比赛过程中选手拿起热狗不断往嘴里塞 已经在国庆吃热狗大赛拿下八次冠军的大白鲨切斯娜一路领先 最后是以十分钟内吃下62只再度未免成功 事实上切斯娜最好成绩是在十分钟内吃下76只热狗 而今年第二名是吃下49只 在女子组方面由日裔选手虚腾美贵胜出 她在十分钟内吃掉了39.5只热狗 这是她第九次赢得冠军 在纽约康尼岛举行的热狗大胃王比赛 从1972年开始在美国国庆日当天举行 而每年这一天都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到现场观看 已经成为纽约国庆节的指标性活动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